一架专線小巴和客貨車 清晨在沙田大沖橋路 近著富豪花園對開雙撞 小巴翻側14人受傷 包括小巴和客貨車司機 消息指警方初步調查 懷疑是小巴沖登 譚曉彤報道 大批箱者坐在路邊等候救援 他們大部分是小巴乘客 車友在車尾 其中一個女學生頭部受傷 由救護員即時致理 其餘都是撞傷手腳 70多歲的客貨車司機 手腳都受傷 他不知道為何 我綠燈去 不知道車在這裡 我走就撞到 他不知道 他又撞 他事後接受酒精呼吸 所有傷者清醒 由救護車分別送去威爾斯醫院 和拿打掃醫院 意外之後 駕65A專線小巴翻側 部分乘客要由車尾的太平門離開 客貨車的車頭撞爛了 我們這樣去 他這樣去 難要撞的 第一乘上車 當時情形是怎樣的呢 當時情形是立即撞車 然後那個人飛到我頭上 沒有帶安全帶 那個人飛到我頭上 駕駛一聲 然後整天車翻 然後出煙了 車中跟平時差不多 現場是大沖橋路 清晨近6點鐘 駕鑽線小巴由黃泥頭開出 去到富豪花園對開 同一輛由沙田路 往力圓村方向的輕型貨車 在十字路口相撞 小巴司機向警員講述經過 消息說 警方初步調查 懷疑小巴司機衝登 意外之後 駕駛小巴整駕躺在大沖橋路 令大沖橋路往大圍方向一度封閉 有線電視記者譚曉彤報道